白犀牛是非洲珍贵物种 但是盗猎者猖獗 白犀牛现在面临绝种的命运 那么日前非洲的一个保护区内 最后一只母犀牛遭到捕杀 也引发保育人士塌伐 白犀牛倒在草地上 头上的脚已经被巨断偷走 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只白犀牛是南非克鲁格斯多普 自然保护区的最后一只母犀牛 根据保育人员表示 狱禽盗猎者乘着直升机进入了保育区 猎杀了这只母犀牛 警方目前正在全力弃凶 由于亚洲市场犀牛角缺货 让盗猎市场兴起 导致非洲白犀牛目前数量不到十只 澳洲的沙袋鼠 虽然没有濒临绝种的危机 但干旱和生存区域缩小 逼得他们平闯民宅找食物 而这只沙袋鼠更厉害 居然一蹦就要上了屋顶 居民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声给吓到 为了救下这只轻功了得的沙袋鼠 民众七手八脚的用铁片 为它搭了一个坡道 这只受困屋顶的沙袋鼠 才终于找到台阶下 不过临走前 它还大淡了一顿油加利液 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中间新闻孟新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